中共侦察船现身夏威夷海域美军采取措施,7月13日报道,美国海军称,正在密切注意一艘中国间谍船,在夏威夷附近国际水域的等向由25个国家参加的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国际海陕军事演习正在附近进行。 中国海军此前曾受邀参加过环太军演徒元新华社援引美国国防部一名官员的话说,他们在窥探国际演习的情报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一名发言人还说,他们预计这艘船不会进入美国领海它的行动,也不会干扰正在进行的环太平洋军演。 美国海军的一名官员说,这艘中国侦测船,星期三抵达夏威夷水域,在美国专属经济区内活动这名官员还说,美国海军已经采取一切防范措施来保护重要的信息。 中国本来接到了参加这次军演的邀请,但是在5月份美国撤回了邀请。 五角大楼发言人海军上校克里斯托弗洛根说,中国军队,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动,破坏了当地的稳定,违反了在国际水域自由航行的国际准则。 洛根说中国的行为,不符合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